生活中的点滴惊喜 生命中的奇妙改变 在婚姻生活中靠主得胜 职场中腰主同行 疾病患难中得到安慰 灵性低潮时重新燃起 说出你与耶稣的故事 我是DV 亲爱的听众朋友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要为您分享的是 孙弟兄的生命见证 在过去的一年里 孙弟兄在遭遇人生中的挫折与挑战时 大感谢上帝 在经历中让他蜕变与成熟 在人与人分享爱的好消息时 他看到了灵魂的渴慕与需要 这使得他再一次被主的爱激利 在经历疾病手术时 他又经历到主的奇妙安排与医治 我亲爱的朋友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 孙弟兄说算上帝的恩典 在过去的一年中 我想说的 神的恩典真的是数数不晚 而且是超过了我的所求所想 这一年对我来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也经历了软弱和这种低谷 但是更多的是经历神的恩典 那我想用三个词来总结我过去这一年的一个感受 这三个词那就是感恩还是感恩 第三个还是感恩 在年初的时候 其实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病得有一些担忧 因为特别是我们那边也是比较严重了 所以附近有一些房子也被封了起来 是有一些忧虑的 但是我更多的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因为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环境底下 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时机 我相信在那样一个人人都恐惧的一个环境底下 神会更加对神有一种需求 有一种依靠 所以但是我是非常用心的去整理我那个平台上的每一篇文章 但是到了五月份的时候 我负责的那个平台就被封号了 我是很受打击的 因为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被封过一次了 这第二次封号对我来说 这个和第一次情况就更加不同了 我是非常的受打击 我就觉得我的责任重大 我对这些文章审核的不够仔细 不够谨慎 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做好 其实我当时心里是有一点像退出服饰的那个想法 但是同工弟兄安慰我说 上帝并不是要击垮你 而是要让你成长 但是虽然这样子我的心还是很不舒服 我就觉得我自己做不好了 但是我如果退出服饰的话 我当时也在想 那做任何的工作我也感觉不会开心 因为那都不是我心里想做的 我感觉做任何的工作都好像没有灵魂似的 所以我是还是继续在晚上的服饰 这事工感觉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的热情好像没有当初那么好 我也不太敢再去整理文章 而且我看每一篇第二天要发布的文章都比较敏感 每天都变得很紧张 我记得有一次把头条要发布的文章发给个童童看 我说我看不出这篇到底敏感不敏感 他看了以后说不敏感呀 说你不能这样子 你要把压力卸给神 所以我当时是处在一个比较软弱的当中 直到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在圣诞节期间 指的这一次传福音活动 看到了童工们对这个传福音的一个热情 然后他们的热情也就感染到了我 也看到了这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 这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位神 我是不能再继续软弱下去 那我的当时的心情就好像这张童工拍的图片一样 好像这个心里的乌云散去了 这个阳光从这个云层中照射进来 就是驱走了我这大半年来心中的一个阴霾 所以我特别感恩上帝让我的心再次被他激励 被他鼓励 在一些和陌生人传福音 在为别人祷告 我好像都缺乏这种经验和操练 所以前几天我也和一个童工在交通 我说我怎么感觉自己其实什么都不太会 那童工说那就为你经营的突破 来为你祷告吧 所以也非常感恩第二点感恩神 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让我更加的认识自己 也让我在新的一年中 如何的更好的来装备我自己 最后一个感恩的点就是我这次去做手术的事情 经历了神奇妙的一个大能 其实这次做手术我其实已经是观望大半年了 我是一边在那个群里看别人做完手术后的一个效果 然后一边在寻求神的心意 这期间也有人反对我去做手术 他说你现在反正也不痛也不难受 那你去做这个手术毕竟是有风性的 但是也有人赞同我去 他说那毕竟你还年轻 我觉得你应该去试一试 对于我来说 我最重要的就是寻求神的一个心意 到底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 所以趁着这次传福音出去的机会 我就顺便去北京看一看 也有很多家人为我祷告 但是我没有想到去了就能手术 因为我从做过手术的一个病友当中知道 他们从警察到路院做手术 最快都要等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都需要排队的 所以我认为我这次也是去做个检查 看看我这个身体是不是适合做手术 听听医生怎么说 我想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心意 我估计这次手术也是做不成的 就像一位我们的姊妹为我祷告一样 她说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心意 只是化弟兄他自己的想法 你就让他警察不要通过 你就拦住他 一开始是准备去解放军301医院的 因为之前有一位主内的弟兄就是在这个医院做的 他也直接帮我联系好了这个301的医生 但是后来一些中国手术的病友都强烈的建议我 要去协和医院 他说还是协和医院综合水平最好 所以感谢神也是临时改了去协和医院 当时也通过手机APP 在桂林的机场挂到了这个协和医院最好的医生的号 所以也特别的奇妙 去这个医院我是没有任何关系 也没有任何人认识 28号那天星期一到的医院 医生看过了以后 说那就先做个检查 我看了一下有十几项的检查 做完估计要半个月 然后医生说 那如果检查合格的话 就进入排队 大概需要三个月 那我想三个月的话 那肯定我得要先回家了 两天后我大概做完了一半的检查 医生就给我打电话说 孙先生我们商量了一下 现在疫情又严重了 我们的病床可能会再压缩 那轮到你的手术估计要半年了 然后他接着又说 所以我们决定把你的手术提到下周 哎呀我就这个太意外了 这拐得太快了 开始是说三个多月 然后又说半年 突然就说下周了 那我想 或许这是神的恩典 这么快的话 其实连我自己都没有做好准备 然后两天后 正好是新年的1月1号 然后医生又打电话给我说 你把核酸的两项检查先做了 其他的检查我们再安排 那你下午就去办住院手术 今天就住院 所以这个速度就完全的超出了我的计划 而且快的令别人都不相信 我当时有一个北京的朋友 他在那边已经待了十几年了 他说我待了这么久 有医院接触过很多次了 大医院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不可能让你这么快住院了 他说你是不是送红包了 我说没有啊 他说那除非是上帝和医生打过招呼了 不然我是相信不了的 所以就是这样 一路的绿灯吧 一路的开绿灯 而且上帝他只是这么快的 让我住院 让我手术 你为我解决了这过程中一切的难题 因为检查还没有做完 我的心还就是还没有放下 我说万一检查不合格怎么办 我到现在也没有做过真正的检查 不会检查出点什么别的病吧 心里就一直挺忐忑的 直到手术签字的当天 当天早上还有一项检查 我当天签字的时候 我还问医生 我说医生今天早上的检查怎么样 然后医生说 我已经看过你全部检查了 全部合格 那时候我的心才完全放下了 我说那就只有感谢神 然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手术是全码的 他必须要直系亲属来亲治 因为我爸爸他也做过手术经理 我妈又不认识治 他们年纪也大了 然后我住院后就不让我出去了 所以让父母过来就感觉不太现实 然后我也不想他们这么劳累 然后最后和医生三两 说在我沈阳的有一个我叔叔的 直过来签字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 然后就到了签字的都说好了 到签字的前一晚 沈阳那边因为疫情的缘故 他就被拦在火车站那里 不让他出去 然后我就又没办法打电话给石家庄 也还有一个堂哥 也离得比较近吧 石家庄和北京 然后我堂哥说 我们这边小区刚刚被封了 哎呀我说神啊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就要签字了 那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我说哎呀妈都没人来签字 明天就签字了 怎么办 我妈说那我们也没办法在你身边 我看他已经流泪了 他说你只有依靠神了 你只有依靠神了 我爸爸就告诉我 你记得要多多祷告 他就告诉我说 那你看看能不能在北京的同宫里 找到有没有姓孙的 能不能代替你去签个字 哎呀我想我爸爸怎么变得这么聪明起来了 然后真的最后是这位静孙的 这位我们的姊妹来签的字 然后医生也同意了 所以这个签字的大问题 就这样解决了 我就非常的感谢神 然后在手术的前一天 就又找不到24小时的护工 又是一个问题 因为24小时的护工太少了 所以就找不到 直到手术的当天 找到了这个24小时的护工 非常的感谢神 然后本来医生说 在我的手术中计划要结骨两处的 我这个手术就是说 结骨就是把我的脊柱骨给弄断 然后再给你重新接上 结骨两处就是要弄断两处地方 医生说两处就相当于做两次大手术 然后手术后医生告诉我说 我们在你的结骨一处的时候 发现效果已经很好了 所以就不做两处的结骨了 所以一处的结骨恢复起来 比两处也就快了很多 还有一件事也是非常感恩 就是术后上帝也没有让我经历过 这些疼痛什么的 因为以前了解有很多人做了手术 都很疼痛 然后我隔壁传一个15岁的孩子 我住院的时候 他手术已经第四天了 术后 但是他还是非常疼 他一疼就不停地骂脏话 曾经也是让我非常担心 我是不是也会这么疼 但是手术后 我却一挺都没有疼 医生每天给我开的止痛药 我都一片都没有吃 然后手术后恢复的也很快 手术后第二天 我有一个表哥来照顾我 第三天我就可以下船走了 然后两天后 医生就告诉我表哥说 我恢复的很好 说两天后就可以出院了 也因为这句话导致了 我表哥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他说 你恢复的这么好了 我生意太忙了 我就回武汉去了 非常的感谢神 然后一切的事情 都好像都是那么巧 因为疫情手术提琴了 然后手术后就养 有非常好的铜工 还有铜工弟兄的妻子 又给了我十天最好的照顾 我想这些都不是巧 我想这些都是神的安排 也都是神的恩典 就像我一回到家 我那些隔壁邻居 看到我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 这是神的恩典 那他们都是不信神的 他们都这样说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 已经让不信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那感谢神吧 在这一年中 就是经历了如此奇妙的恩典 所以这也是我感受到 特别感恩的一年 那就是第一个 就是经历成长 第二个就认识自己 第三个就是经历神的大能 所以我非常感恩 我也想用两句经文 来表达一下 今年的一个感受 就是以赛亚书 四十三章二节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弹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在你身上 还有第三节的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助 还有四篇二十三七节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提到耶和华 我们神灯了 是的 上帝的恩典 真的是数算不完 孙弟兄的分享 也让我们看到 主的恩典 实在是够我们用的 在我们人生中的 每一个小战 虽然有时会经历 惊涛骇浪 经历死因忧谷 但是没有上帝的允许 我们的一根头发 都不会落在地上 在经历中 让我们更加认识自己 让我们降服在主的面前 单单注目他 我们相信 他的恩典不离开 我们的救赎主活着 亲爱的朋友 弟兄姊妹 感谢您以上的聆听和陪伴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欢迎您电邮给我们 说出您与耶稣的故事 我们的QQ邮箱地址是 2287-246918 atqq.com 我是立威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在你荣耀中 在你荣耀中 所有的一切 不再重要 转眼 已成功 我别无所求 我别无所求 只愿你同在 永远停留 让我们再次 下大高唱 在你的荣耀当中 在你荣耀中 我要在你荣耀中 哦 所有的一切 哦 所有的一切 不再重要 转眼 已成功 我别无所求 让我别无所求 我只愿你同在 永远停留 让我们高速双手 向他高唱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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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为要敬拜你 再一次向他高唱 向他敬拜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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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为要敬拜你 为要敬拜你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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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为要敬拜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